嗨大家好我是上官 今天我们来聊聊 什么原因造成车头晃动 以及怎么解决 上期避震小课堂 我们讲过后轮摆动如何解决 其实后轮也是可以引起前轮晃动的 片头视频就是因为轮速差后轮摆动 从而导致车头有一些晃动 这是后轮引起的 那么今天我们着重说一下 前轮的设定有问题的时候 引起的车头晃动 我们如何解决 我们今天说三个情况 三个情况都是在刹车入弯时产生的 第一个是前避震设定不对时 避震触底车把上下晃 第二个前避震设定不对时 车把没有上下晃 但有左右晃 第三个胎压设定不对时 前轮胎压不足导致的车头左右晃 也就是车把左右晃 我们先来看一下 前避震触底是怎么晃动 注意看屏幕的右侧 我们来看一下除放 我调低了播放速度 注意看车头 它在上下跌摸 所以这就体现出 预载环或者叫沙带 给我们带来的提示 这种都叫出底了 如果在你骑车发生了第一种 因为出底导致的车把上下晃动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去调整呢 方法就是压缩和预载 同时调整 都是顺时针调整 一般如果已经出底的话 我们一般的调整量就会比较大 所以就预载顺时针两到三圈 压缩阻尼顺时针两到三格 如果你的前避震同时有高速压缩 那么我们的高速压缩 也要调整半圈左右 第二种情况是 当我们重刹时没有出底的感觉 也就是没有车把上下掺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出现左右晃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虽然避震器没有出底 但是它吸收不了更多的这种刹车时产生的动能 所以它把一部分的这个能量传递给了轮胎 而轮胎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 会产生形变 等于被逼人器按在地上揉搓 所以当轮胎被揉搓的时候 传导到我们的车把车头上 我们就会觉得车头左右晃动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其实就是逼人器吸能不够 把它应该做的工作传递给了轮胎 让轮胎去承受 调整方法跟完全出底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度可以稍微少一点 也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会预载顺时针一圈 压缩阻尼顺时针一到两个 如果你有高速压缩的话 那么高速压缩顺时针四分之一圈就可以了 再持续测试持续微调 直到完全没有左右晃动的时候 就算搞定了 那第三种情况 当我们的胎压不足的时候 轮胎也会产生这种左右偏移的现象 同样这个力会由下往上传导到手把上 也会产生左右晃动 轮胎的胎压在合适的状态下 我们去骑车本来是在地面上这么这么滚动 胎压过低的时候它会这样 然后很容易产生左右的偏移 那这个偏移的力量就会导致手把左右晃动 从而让我们的车在重刹的时候 车把左右晃动产生不稳定的情况 所以这样也不好 今天我们讲的三个可能性 会导致我们的车头晃动 这三个可能性都来自于车辆前部的设定不对 比如说触底 车把会上下颤 第二种情况 车把不上下颤的时候 它可能会左右晃 左右晃的话 那有可能是我们的避震器的设定过软 再触底的边缘虽然没触底 但是我的支撑性不足 于是导致手把左右晃 第三种情况就是胎压过低 导致轮胎左右偏移 从而影响我的手把左右晃动 这些都是可能导致我们车头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以尝试通过这三种方法去调整我们的车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记者知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